大家好 我越來越辣 越來越辣 我們的他的辣 我們在看他每次辣 痛到牙齦痛 開始掛牙科 就你敢吃嗎 麻辣食物大挑戰 這次呢 有幾個辣的東西 就是網友票選出來 他們說 推薦必吃超辣 辣死你們 因為網友一直來看我們受罪 天啊 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 我們之前就很常吃的這個 辣雞麵 等一下 第一個就這麼誇張嗎 我跟你講 因為辣雞麵 其實我們沒有存家 辣雞麵 他們說全家的等級 真的是一枚而單 我以為我可以 你可以嗎 我覺得你要真的吃吃看 我們先去來吃吃看 先請明軒幫我們去煮一下這個辣雞麵 那再來我們等在煮辣雞麵同時呢 我們現在吃下一個 剛剛韓國代表出來了嗎 再來是泰國的代表 OMG 這個好吃耶 這是我覺得還好的樣子 我覺得很好吃 Bento 的辣味魷魚片 我記得這對我來講 沒有到很 這個沒有到很 我覺得它是魚韻 會一直在裡面 有辣的感覺 但是它不會 受不了 辣味比較有 比較有那種感覺 會冒他很辣 會 喔好辣 你還好嗎 那我記得吃到原味了是不是 我記得 因為原味我記得就還好 我是不是吃錯啊 它本來就是應該這麼 好辣喔 跟你講我看 我自己好像吃成原味了 看我可以吃了 那你跟你說 你要這樣吃進去 然後你吸他的雞 這樣 好嗎 因為我必吃 你會拿他 吃辣的人就會這樣 拿雞 這樣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從側面看 很驚聰 你知道嗎 很精彩 太精彩 這都是我的汗 你們自己看喔 你看衛生紙喔 對啊 你看 有文有嗎 你要撐傘耶 下一個呢 就是最近在D卡上很紅 可是其實在D卡上發出來之前 我們就已經知道了 什麼 是什麼 三豬蛋 Oh my god 不是多 我剛剛老闆有一個故事 來來 你說你說 就是讓我唯一一個 讓我通通牙齡痛 開始掛牙科 超級痛 然後跟三豬蛋你的辣分 Different 層次 你知道嗎 它有三種辣 它會先 啊我沒有 叫我叫我叫 不要吃到 不要吃到 真的很辣 那時候它就是可能幫我 我不小心挑釁到它 來怎麼樣 我以為我一開始買微辣 微辣對我來說真的還好 所以我就吃了小辣 那可能那一次 它可能就是力道沒有放那麼大 所以小辣我吃覺得 好像還可以再緊繃一點 我就點了中辣 很少人點到中辣 所以老闆就跟我說 中辣 你吃那麼辣 你不可能這樣子 我就覺得我吃完了 我好像踩到它的底線 我踩到旁邊 就好像還好這樣 喔 它抹起來了 它真的抹起來了 它真的抹起來了 然後那個辣粉是拉到 一塊而已就了 那個是嗎 真的 我吃一塊 我就算你不行 你看它的料真的多辣 我要分開一次 它裡面是厚厚的肉 然後菜都在裡面 我非常喜歡吃 我覺得很好吃 我也很愛 還好 建議大家不要辣或回辣 喔 喔 等一下 喔 等一下 好險好險 來了來了 我自己買了一罐超大的豆漿 但我覺得它們的東西都非常的香 如果你不吃爛點 不辣的很好吃 點不辣的就好了 你吃這個三次蛋餅的時候 不能存有僥倖的心態 你在喝醉是不是 真的假的 蛋餅贏了 蛋餅大獲成症 蛋餅已經讓你的嘴巴太痛了 你知道 那感受不到任何 因為蛋餅已經破壞了你的味蕾 因為拉麵成家其實也蠻辣的 我們講它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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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吃一小口 它這我吃一小口 很辣 這聲音都變了 它辣到手下 可是 因為我平常不能吃那麼辣的人 我確實是你們最不會吃辣的 你要不要喝牛 三豬蛋餅的微微辣 微微辣 三豬蛋餅已經變一個標杆了 三豬蛋餅改越辣的法則 對 三豬蛋餅有 蛋餅有 OK 你幹嘛啦 你幹嘛啦 你去漱口 我平時也被出台了 你們是中南部人 你們真的要上來吃吃看三豬蛋餅 你真的 你有點乖 你得連欸 你好得連喔 再來下一個呢 是就在日本非常好的 十八禁咖哩 我不知道這個耶 欸是那種感覺很夠味的那種咖哩 欸感覺滿好吃的 它好夠喔 很香耶 有辣的味道 我看起來是辣椒 應該是辣椒吧 啊它很大塊咩 要炒巴辣 哇 哇 你怎麼吃那麼多啊 它是苦的 苦的 它不是好吃的咖哩 它不是喔 它很香耶 它就是辣 沒有我跟你講 進去的時候很香 吃掉它之後哭的 不要噴口水 不要噴口水 喔越來越怕 欸我才吃一點點它超辣的 它已經辣到認真起來了 認真起來了 不然稀稀 喔真是屌 大王的乾麵的重辣 真的 等一下快笑 那十八禁咖哩才是十四名 會不會那個蛋餅老闆其實是吃過 十八禁蛋餅 在你遇到它之前 你以為三豬蛋餅是你的天花板 對 你錯了 整個飄膏 我真的超高的 請訂閱按讚分享 T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 可以 我開啟小鈴鐺 寶箭